独老 劳夫在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门被推开 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我今日再次昏迷 给我诊脉 查看一下情况 好 中年男人开口 发出的却是苍老的声音 就连伸出的手指也布满了皱纹 搭在花池的手腕处 片刻后 独老眉头深皱不语 怎么 毒势严重了 我此次除了昏迷之外 还吐了一口血 毒势没有加重 也没有减轻 只是公子的内伤得到的控制 比往日更加及时 所以 下一次毒发的时间 可能会延迟一些 我在服用药丸之前 云姑娘曾给我服务药 老夫之前就说 云姑娘医术精湛 绝不在老夫之下 那几句指点看似简单 实则深奥无比 而且 他没有给公子诊脉 便能得出那样的判断 实在是难能可贵 医术在你之上 没错 老夫虽然擅长毒术 但医毒相生 老夫的医术也并不入 那位云姑娘想必是年纪轻轻 医术却能达到如此境界 十分少见 公子 不妨命人调查一下 只要她的背景清白倒是可以招致麾下 未来也必是一大助力啊 不可 此事公子自己决定就好 不过此女医术高超 日后必然会被更多的人盯上 若是不能收尾启用 那便是敌人 公子 还请三思 此事不必再提 独老健壮张了张嘴 却欲言又止 最终点了下头 你这张脸还能维持多久 三天 去找一张喜欢的脸 我给你善后 这是我答应你的最后一张脸 也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再不成功 你只能以原本的面目示 老夫知道 去吧 秦洞之前告诉我一声 老夫告退